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今天我们为大家报道的专题是关于乌克兰的政变 为什么一个乌克兰将影响全世界的经济 在礼拜五的时候美国的股市一刚开始开盘的时候是很大的涨幅 到尾盘的时候2月28号传出俄罗斯正式装甲部队 攻占了在乌克兰的自治区克里米亚之后 美国的尾盘非常多的涨幅就立刻的回吐 因为对他们而言美国也有在黑海当地也有舰队 他们非常担心未来的整个政局有任何擦枪走火的状况 为大家来整理整个乌克兰的政争 乌克兰的政治政党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文献世界财经周报有相当长的篇幅为大家做出报道 那个时候许多人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个在前苏联地区的某一个地方 因为新兴市场或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或是因为想亲欧洲还是亲俄罗斯而展开了政治上后的冲突 但事实上在上个礼拜六很快的他的总统在军方的保护之下 立刻到了俄罗斯的某一个疗养院并且立即的获得了俄罗斯的各方面的政治庇护 那么整体而言呢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当乌克兰决定把亲俄罗斯的总统以政变的方式推翻的时刻 而且是全体国会压倒性的一致表决通过 罢免了这位总统的时刻 对俄罗斯来讲他必须保住的不只是乌克兰 是当年在1954年他划给乌克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治区叫做克里米亚 让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地图 克里米亚呢在1954年的时候当时呢赫鲁雪夫为了要讨好乌克兰 让他加入苏联 于是呢就把克里米亚划给了Ukraine 他本来就是俄罗斯从17世纪到18世纪左右就掌握的领土 那么克里米亚他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是什么 俄罗斯最重要最著名的海军黑海舰队就是驻扎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是俄罗斯唯一可以使用的最重要的军港 那么黑海这个地方呢由于他的天气非常的好 就你可以想象好像未来海岸一样 那俄罗斯的北方虽然有一个小的军港 就在这次索契东奥的附近 可是他是第一个他的风浪很大 第二个他北方大多数都是像北极一样的冰洋 所以对他来讲对俄罗斯的所有的核子舰队核子潜艇来说 最重要的基地就是克里米亚 那么克里米亚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有接近60% 58%都是Russian 就是俄罗斯的移民 那么其他的移民呢 比如说其他是乌克兰人或者是达旦人呢 剩下的不到40% 在这个状况里头 俄罗斯如何保护克里米亚这个地方的俄罗斯移民 如果普丁做不到 他等于是上一个跟那个时候 1991年苏联崩解的时候 那个软弱的政治领导者 所以普丁非常了解 他要争的是俄罗斯绝对不可以失去 克里米亚这个地方的黑海舰队基地 第二个俄罗斯绝对不可能放任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有六成高达58% 接近六成的俄罗斯移民 最终被当地的乌克兰人或者达旦人 最终成了排挤的对象 而使他终止最后在俄罗斯失去人民心中的一个领导者的形象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我们来看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几个发展 这个发展也影响了美国的故事跟全球对于乌克兰情势的担忧 那么因为俄罗斯说起来还是权战非常重要的军事大国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先是2月26号 普丁呢动员了将近15万的军队在这个地方进行联系 到了2月27号马上就有亲俄罗斯的一些武装分子 立刻占领了在克里米亚当地的国会大厦 那么占领国会大厦以后马上就把国会大厦的旗子插成俄罗斯的国旗 到2月28号的时候俄罗斯直接的出兵 掌控了克里米亚两个最重要的机场其中一个包括军事机场 而俄罗斯装甲部队正式进入克里米亚 那么这样一个行为呢美方要求俄罗斯截制 美国也把他的舰队布局在黑海 当时本来布局在黑海是为了支持俄罗斯 所召开的这场冬季的奥运 在索期的奥运为了反恐 现在美国说我在黑海的舰队我不会离开 这样情况里头大家很多人就说 那是不是冷战的局势重新回来 那么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一点都不可能让步 全球的江湖都看着乌克兰未来的发展 那么克里米亚的议会呢也通过了一个局议 江湖在未来举行公民投票 那么投票就是他们要不要从乌克兰独立出去 鲜花和蜡烛布满基辅的街头 树木的气氛笼罩在写洗后的独立广场 民众参加了为抗争罹难者举办的追思会 集体的安商让空气在此时似乎战时凝结 一个星期前同一个现场 乌克兰才实现政权变天 但喜悦显然没有维持太久 清欧洲的临时政府刚筹组完成 内部和国际社会就相继出现杂音 俄罗斯政府罕见的在一天内三批乌克兰政变 还表示2013年12月允诺提供150亿美元 购乌乌克兰主权债的计划 只能带给合法政权 而叛乱分子不算合法政权 因此这项援助将会冻结 俄罗斯严厉表态 让乌克兰社会长久以来的极度分歧 彻底浮出台面 这就是最后的乌克兰人的选择 一个明确的分析 与北和西方的领域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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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lia Timoshenko 和南部支持Viksiyanukovic 然后还有语言 乌克兰人是国家的主义 但在南部 Russia is much more common The states in blue show where native Russian speakers compromise more than half the society But it's this autonomous region Crimea that's causing the most concern 基辅变天 不只是居住在 涅博河以东的亲俄民众感到惶恐 更引爆了克里米亚的族群冲突 克里米亚在苏联解体前 一直由俄罗斯统治 境内60%的人口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常年驻扎在此 垂涎克里米亚的企图 更是公开的秘密 临时政府上任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 拔出俄罗斯作为第二官方语的地位 当地亲和民众 连日来不仅包围政府单位 升起俄罗斯国旗 还扬言要宣布独立 俄罗斯在2月27日 毫无预警地在黑海进行军事演习 28日有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 先后占领两座机场 俄罗斯直升机更长驱直入 飞入了克里米亚上空 战势似乎一触即发 克里米亚俨然变成东欧新的火药库 美国呼吁俄罗斯对军事行动保持透明 要求俄罗斯不得发动军事干预 We are now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military movements taken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side of Ukraine Russia has a historic relationship with Ukraine includ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ties and a military facility in Crimea But any violation of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would be deeply destabilizing which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Ukraine, Russia or Europe 但随着紧张情势升高 美国和欧盟不只得积极捍卫 东西地缘政治的防线 还得为接近崩溃的乌克兰经济 上透脑筋 I believe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and we are standing ready to support Ukraine First of all to have a peaceful political solution based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en secondly to provide substant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once certain conditions especially economic reforms are going to be fulfilled 乌克兰在2013年出现了GDP零成长 信品公司标准普尔日前将乌克兰的平等降为CCC 临时政府裁章已经表示 面对债务违约风险升高 乌克兰至少需要筹措350亿美元的援助 才能支撑金明两年的财政缺口 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主要发展重点在军工业和农业 其他产业基础都很薄弱 独立后的主要贸易伙伴仍然是俄罗斯 以铁矿和农产品为出口大宗 但随着全球新兴市场原物料需求放缓 乌克兰的经济在过去一年跟着受到重创 货币一路狂扁 银行流动性不足 随时有爆发挤兑的风险 外汇存底流失了280亿美元 如今俄罗斯扬言将提高天然气价格 甚至对乌克兰货物加征进口税 无疑会让经济雪上加霜 明知是前坑 美国和欧盟自身财政捉襟见肘 但还是考虑各自提供10亿和1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乌克兰的财政窘迫 被通缉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难辞其咎 他夸张的财富 此时显得更加的惹眼 众人见识到他从2010年执政以来 是如何有计划的搜刮国库 占地140公顷的私人庄园 车库里多辆价值百万美元的名车 客厅的水晶吊灯 奢华的点亮整座豪宅 动物园里竟然有熊和澳洲鸵鸟等珍稀动物 豪华游艇停泊在波光零零的湖边 亚努科维奇最后就是从这里顿逃 消失在夜色中 执法人员从湖底捞出了大量的弹药 文件 异议人士的名单 甚至房产地契 内容令人瞠目结舌 身影多时的亚努科维奇 28日在俄罗斯露面 声称自己仍然是唯一的合法总统 更否认曾经下令对抗争者开火 乌克兰可以改变政权 但却无法改变处在东西方强权夹缝间的位置 临时国会决议将总统大选 提前到5月25日举行 但新总统显然得具备两个完美的条件 首先是能被欧美和俄罗斯双方接受 其次是清廉无私不贪腐 乌克兰将何去何从 全世界都屏息一带